本來昨天就是得發賽 然後就是 我表姐有問我要不要去 我就想說好啊 那其實來了 剛好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昨天臨時剛好先約個時間 請我吃飯 所以就臨時cancel掉這個行程 然後改到市郊去吃飯 就沒有去了 會覺得自己躲過一劫嗎 會啦 半夜的時候 從一兩點就開始接到台灣來的電話 這晚沒睡嗎 就一直在接電話 然後就看他們說沒事 爆炸這些都是餐館 跟晚上人潮非常多的地方 那尤其現在又是週末 那最近大家都在採買聖誕節的禮物 所以路上人很多